从中国角度来讲 我们历来是重视美国的 那美国对我们态度是变化了 美国在晚清民国是这样的 俯视我们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敌视我们 因为我们在朝鲜战争跟他打 把他打得够呛 鼻子脸肿的 所以先是俯视后来敌视 72年黎克松访华 其实是利用的 因为当时他跟苏联竞争很吃力 要中国帮忙 美国真正的比较平等的 平常心对待我们 我认为是91年苏联解体以后 冷战以后 然后对中国的重视 就开始直线地上升 近年来 美国对我们的重视 达到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认为17年底开始 他就把我们放第一位了 但是在这个态度是不一样 我们重视美国真想跟他好 想交朋友 他重视我们想整我们 性质不一样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 大致的一个回顾 历史的角度看 我们历来重视 而且历来有建设性 他也是 然后第一次 然后利用 真正比较平等性的 看来我们是很短的近代 那现在又开始走向了对抗 那么 现在中美关系 肯定进入到一个 不太好的阶段 是吧 但是过去那段历史 我们还要肯定一下 从79年1月1号建交到现在 41年半 总体来讲 中美关系还是成功 双方的合作很好 而且双方都有战略收益 中国 通过与美国建交 从美国学到了好的东西 对吧 另外通过和美国建交 我们的产品 就可以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改革开放才有成功的外国条件 对不对 美国呢 通过跟中国建交 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美国的资本 在中国是赚了很多钱 赚了很满不满 这就是他回去分配不好 是他的事 但是在中国赚了钱了 这是事实 另外呢 更重要的是什么 通过中美建交 美国才赢得了冷占 所以很肯定地讲 中美过去41年的交往 是双赢 双方都获益的 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 何则两刑 当然现在有一个麻烦 美国人心态有点不对 美国人认为 过去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成功 主要是因为他帮我们 然后呢 他赢得冷战 跟中国没关系 这是他现在的一个毛病 夸张他的作用 贬低我们的作用 我认为他那个不对 我的分析是对的 我认为中美 过去41年 双方都是赢 对吧 应该这么看比较客观 那现在呢 中美关系确实进入到一个 比较矛盾的阶段 竞争性的阶段 原因呢 就是我们有五个 新的问题出来了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进入到了 所谓的休息底的陷阱 也就是大家通常讲的 老大老二矛盾 在国际关系里面 老大老二是天生的冤家 还在讲啊 组织人类也先告诉我们 任何人类的组织 那个二把手都是很难当的 是吧 但是个人关系还是好处一点 是吧 我让一让 算了 那国家关系难处 国家不是说 一想让就让了 对不对 因为国家是集体的嘛 所以国家间的老大老二关系 比个人要难处得多 最后往往是走向重 现在咱们国家的态度是这样 我们国家从官方到学者 都认为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 休息底的陷阱 我们要努力地回避它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美国的战略精英层 就认定我们是老二了 回避不了了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 有点天真 说中国能不能姿态再柔和一点 讲话再轻声细语一点 这样美国就放过我们 回避这个矛盾了 甚至有人 我觉得很舒呆子气 说建议 他们统计局想想办法 中国的GDP搞第三 把印度搞第二 说轻了是天真 说中的是傻了 这是低估美国的战略能力 以美国战略能力 它对我们很了解的 你无法隐瞒 你回避不了它 那么现在的事实 就是美国认定我们是老二 认定我们是挑战者 这就是第一大矛盾 第三就是美国变了 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是非常自信的 自信的美国 外出有点霸道 好处是什么呢 它比较宽容的 比较包容 也比较幽默 骂它也没事 现在不是 现在美国内部矛盾很多 它是自信心下降 然后人就变得很自私 很焦虑 一个焦虑的美国 很难打击 相当于一个人 进入更年期了 第四个呢 咱们国家应该讲 因为改革开放 我们也很多元化 利益多元 于是观点多元 所以就是说 我们的内外政策 形成共识也很难 所以我们外交 受到的内部牵制 也比以前大了 第五个新矛盾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 引导人 集集团队 特朗普集集团队 非常的极端 非常的多变 无法预测 这样人家就很难 跟他打交道 这就是中美关系的新背景 那么在新背景之下 就出来了 就有了主要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 美国在17年12月18号 国防部发表了 四年一度的报告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 把我们定义为 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这就是主要矛盾 原来美国给我们的定义 是有缺点的伙伴 现在是第一战略对手 从这一天开始 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原来是既竞争又合作 对不对 从这一天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竞争为主 然后美国这个国家 行动能力很强 它不光是说说 马上就真的就竞争了 17年12月18号 推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定义我们为第一战略对手 三个月以后 18年3月22号 是不是特朗普总统 签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 发起了对华贸易战 对不对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是不是过去了两年半 两年半坦率讲 我们中美关系经历的竞争 不仅仅是贸易战 实际上是个混合战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在过去两年半 至少对我们打了15张牌 第一张牌是贸易牌 就是对中国产品征税 附带讲 前天是不是WTO裁决 说特朗普征税是非法的 是吧 这个其实是好消息 虽然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根本不理国际组织 你裁了也白裁 但是道意上还是对我们很有利 知道吧 至少那个老师说了 说你错了 对不对 但我们道意上还是得点分的 这是过去两年半 他对我们打的第一张牌 征税 对吧 贸易战 第二就是科技 打我们高科技公司 打华为 打中心 打海康威视 科大熏飞 大疆国际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就打 抖音的英文版TikTok 对吧 然后打微信 第一批先打的那个高科技硬公司 就是让你的5G搞不起来 第二批就打你的应用网络公司 对吧 这就是科技战 第三呢就是司法战 就是抓蒙网州 还有抓那个参加 我们那个叫千人计划的华谊学者 对吧 第四呢就是金融战 美国是不是列举了300多家中国实体 然后切断 用我们的金融联系 第五就是舆论战 特朗普的大将 几个大将 这个国防部长 国务卿 是满世界跑 去鼓吹中国威胁论 国务卿特别卖力 而且给中国安了很多新的帽子 说我们中国 在亚洲搞霸权主义 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 在美洲搞帝国主义 中国网民很生气 因为这些话都是20年前 我们骂美国的 美国拿来就用 说你不尊重知识产权了 它其实就是宣扰中国威胁论 这是五张牌了吧 然后还有六张牌 这是很敏感的涉及中国主权 这里面包括台湾 香港 新疆 西藏 东海 5加6 11张牌 12张牌 就是印太战略 印太战略是什么呢 就是在巩固 与传统盟友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基础上 往西推进 增加新盟友 抓印度 印尼 越南 第13张牌 就是搅居一带一路 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 它就搅居 14张牌是什么呢 WTO 2.0 就是在WTO里面搞小圈子 美欧日小圈子 把中国排除在外 第15张牌 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打的 军控牌 军备控制牌 就是强行要求中国 参加美国 俄国的 军备控制谈判 目的是减缓中国的 军事限量化 OK 这就是过去两年半的情况 首先把我们定性为对手 然后出了一串的组合拳 打了个混合战 那么中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军 美国目前还是对我们有傲慢 心理优势 知道吧 就是他们现在 首先是人种上对我们有优势 觉得你们长得再漂亮 你也是黄种人 不如我们白种人高贵 拒绝 还有一个就是 平教 不是上帝的特殊选民 你们中国人无神论 上帝都不认识你 你凭什么崛起 还有就是这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 我自由民主最高贵 你这个共产党国家 怎么有资格崛起呢 你都没有资格 知道吧 然后还有文化 历史 觉得我 1894年世界第一 你这个家伙 一来穷得像个鬼子的 你现在还比我富 那还了得 受不了 那就是美国现在的毛病 心态上不对 不对以后 就无法接受中国崛起 政治上 必须要我们学它多党之 经济上啊 要我们永远做 低端打工仔 就是你就给我做袜子 做那个香包 做圣诞节 塑料礼品 你搞个什么5G啊 中国人很生气 中国人说 我14亿人要过好日子 我天天做袜子 有什么利润呢 对不对 我肯定得搞5G啊 不是我富不起来 我没有利润呢 对不对 这就矛盾了 另外就是战略上 他要我们成他的跟班 这个都是我们 14亿人不能答应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天然权力啊 你凭什么否定我啊 这违法人权啊 不过这是中美的根本矛盾 发展权是我们的 我们天父的权力 对不对 他不接受 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一聊 感谢新立成独家冠名 此次公益活动 学口才到新立成 通过金教授的分享 我们对于抗美援朝 以及中美关系 都有了更深的理解 中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 说它是立国之战 绝对是不为过的 美国啊 拒绝承认中国决心 那么接下来 来自全国各地的 线上线下的同学们 也都带来了 自己的问题和困惑 想要向金教授请教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 您认为会发生吗 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 希望您能够通过军事的角度 对中国足球体检建议 您这个题目太难了 咱们闲话少许 快来进入对白时刻 金教授 您好 我叫管佩馨 我来自辽宁丹东 抗美援朝纪念馆 就在我们家那边 所以刚才在看您演讲的时候 我觉得感触特别特别的深 那么大家都知道 美军的武装 在当时是和我们有代差的 我也在一些报道中看到过 联合国军在朝鲜战争中 是使用过吸引军武器的 1月27号晚上 驻扎在朝鲜铁园郡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 第42军阵地上空 飞过多批美国飞机 它们低空盘旋 却没有像往常一样 俯冲头弹 而是很快就飞走了 第二天早晨 第三期武团的战时 看到有很多黑点的东西 在一跳一跳 走近一看 发现雪地上散布了大量的苍蝇 跳蚤和蜘蛛等昆虫 经过专家鉴定 这些昆虫体内都含有致命的细菌 也就是说 美军在这里投下了细菌蛋 包括当时美国的总统杜鲁门 也一直声称想要考虑使用原子弹 所以我想请问您 在当时中美两边的这个武装的这个设备 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为什么美国还要考虑使用这种非常规的武器呢 谢谢你啊 这个问题挺好的 那个美国呢是这样的 就是它是追求一种绝对优势的国家 中国那个战略战术啊 很强调就是如何以弱胜强 中国很喜欢这种战法 以弱胜强 因为中国历史上经常是遇到这种 以弱对强的这种局面 而美国呢 总体来讲啊 它发展很顺 美国之建国到现在很顺的 它现在在美洲地区扩张 美洲地区呢 周边都比它弱 等到它准备得特别好 走向世界的时候吧 它力量比别人大很多 所以呢 像中国历史上遇到这种 以弱胜强这种需要 它就比较少 所以它基本上都寻求一种绝对优势 那么一旦 它的优势不绝对 这个时候它就无所不用其极 在朝鲜战场 虽然常规兵器 它比我们好 因为它有 海军它可以在 沿岸 就两个沿岸地区 它可以起点作用 另外就是空军 它有绝对优势吧 但是因为 我们前面讲的原因吧 志愿军呢 应该讲 作战能力非常好 附带讲啊 就是咱们这个志愿军啊 坦率讲啊 都是经过十几年 战争出来的老兵 就特别会打仗 虽然叫志愿军 但绝对是专业的战士 这支陆军是非常能打的 另外就是朝鲜的地形很重要 朝鲜山区多嘛 不是平原地区 所以美军那个装甲部队的优势 发挥的不是那么淋漓尽致 所以这些人合在一块呢 就形成一个结果 就是在朝鲜战场 有一段时间 甚至美国有点弱势 特别是一次战云 二次战云 三次战云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就急了 于是就采取 就是那种 非传统的一些手段 这里面就包括细菌战 细菌嘛 在亚洲是没有的 但是出现了 它肯定还是细菌战的一个结果 二三月间 细菌战就应该是有这个事 只不过美国今天来否认 至于说动核武呢 当然是这样的 就是说美国一部分人 有这个想法 在美军特别被动的时候 那个 杜鲁门当局当中 一部分人是有的 尤其是麦卡尔 这个 所以后来他们就有矛盾嘛 杜鲁门只是有个想法 但是刚有想法呢 他的盟友就去反对了 知道吧 像那个当时的英国首相 爱德里吧 就跑到美国去了 坚决反对 所以如果你动用 你在这里开了例子 对中国动用的核武器 那么苏联就可以在欧洲 开那个例子 因为他知道 苏联很快就有核武器嘛 那这个欧洲国家就倒霉了嘛 这个所以呢 欧洲盟友 还有英国是反对的 所以杜鲁门有想法 但是并没有很大的决心 当时比较危险的 还就是麦卡尔 因为他在一线嘛 然后他看到 他领导的部队在溃败 他就急了 所以他真的有这种想法要动用 最后就导致了杜鲁门总统和 麦卡尔的矛盾 对不对 矛盾的结果就是麦卡尔被撤职了嘛 所以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 他跟美国的思维有关 美国是追求绝对优势 一旦没有绝对优势 他就是什么手段都会使的 所以就出现 你刚才讲的一个情况 虽然常规兵器 它其实比我们好 但是一旦 我们志愿军方面 靠这个主观能动性 靠勇敢 靠智慧 取得某种军事优势 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动用那种 邪门歪道的武器了 所以当时危险是有的 特别是这个西军战 应该讲是部分实施了 核武器呢 是没有实施 但是不是因为道德 而是因为就是制约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 金教授您好 你好你好 我叫李奥金 我呢是出身军人家庭 也曾经在军工领域学习过 所以我自己 非常关注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我近期观察呢 发现中国周边的局势 非常紧张 像中印边境经常发生摩擦 美国在南海频繁的挑衅 甚至激化两岸的矛盾 我想我们这代年轻人 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在当前这种局势下 可能未来有一天战争 就会不弃而遇 所以我想请问金教授 未来战争 您认为会发生吗 那么我们新一代年轻人 应该如何去应对这项挑战 谢谢 谢谢这个李同学 应该这么说 人类历史呢 某种意义上讲 是个竞争史 那么竞争的一个极端情况 就是战争 然后你回顾人类历史 其实战争挺频繁的 和平时期还是少数 二战以后啊 大国之间基本上 没有那种全面战争 是吧 所以这是挺难得的 某种意义上讲 网民讲得对 就是说 不是这个世界和平了 而是我们生活在 一个和平的国度 因为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 总体发展不错嘛 所以一般国家呢 它没有能力来挑衅我们 但是确实最近情况变化了 情况变化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美国对我们态度变了 美国呢 应该讲就综合国力来讲 现在可能是唯一一个 超越中国的 而且对我们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一个对你有明显优势的国家 对中国现在的态度变了 是吧 采取某种敌意对抗姿态 所以它一定是有后果的 这个后果就是 你刚才讲的 美国在中国的周边 在台湾 东海 南海 都有挑衅动作 另外受美国的鼓励 有些周边国家 也不甘寂寞 也跟着凑热闹 于是中印关系也有些问题 那么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首先 可能得把那个事情 考虑严重一点 按照中央的说法 就是要有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就是 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全面的准备 有底线思维以后 你就要有个心理 可能我们会面临战争 面临军事冲突 但是呢 也不用害怕 因为新中国70年 总体来讲很成功 我觉得新中国最成功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这个国家 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今天中国 有人类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 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那么学习能力也很好 创新能力呢 过去弱一点 现在呢正在加强 对吧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又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在工业化的基础上 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非常扎实的 这跟买来的现代化不一样 很多中东国家很有钱 买来很多装备 他不会用 对吧 因为他不知道 那个制造的原理嘛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新中国工业化了 在那个基础上 实现了军事现代化 是很扎实的 我相信啊 这个 只要我们准备工作 做得很好 国内呢 也比较团结 那么任何外来的军事挑衅 我觉得我们现在 都是有办法对付的 所以心理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不排除战争可能性 要做好心理准备 然后呢在行动上 扎扎实实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 然后维持国内的稳定和团结 这些事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任何外来挑衅 我们应该可以赞而胜之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金教授您好 我叫高子涵 刚才听了您的分享之后 我非常的有收获 同时很巧的是 我的太老爷 就是一名曾经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军医 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勇敢 说我们能打胜仗 可是在和平年代的今天 金教授我想请教一下您 有没有在抗美援朝当中 更多的一些智慧的成分 可以给我们今天一些启发呢 谢谢 谢谢这个小高同学 首先向你的太老爷那个致敬 因为是他们的牺牲 让我们获得了今天的和平 你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朝鲜战争实际上是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 这个参与了一场局部战争 所以当时整个 应该讲条件不是很好的 特别是军迷都知道 整个朝鲜战争 我们的那个滋空权是很弱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应该讲我们是没有什么空中掩护的 所以这个战争极其的艰难 这个所以呢 这一场战争最后能达成 这个比较理想的战果 首先是勇敢了 这个里面也充满了智慧 这里面包括后来的坑道战 这个坑道战斗使得美国很多这个装备 就发挥不了它的优势 另外就是进攻作战 实际上也是这个很有战术战法的 我看后来像包括李其为回忆录 包括其他一些美国军人回忆录 他们其实破解了原来一个误传 就是我们这里是靠人海战术 他们的评价 实际上志愿军是战术非常灵活的 他们感觉 因为这帮美国士兵当时刚经历过二战 他们认为志愿军整个作战的方式 比日军要好 素质要好 这是一个 另外在战略指挥上 大规模的穿插 后面包袭 这个战术是非常好的 所以才有了五次战役 前面三次都打得很好 尤其是第二次战役 美军就给打懵了 第一次战役 以美国为首联国军吃点亏 还有点情有可原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原来是低估志愿军 以为就是我们中国方面 零零散散派一些小部队 第二次他是指导志愿军大部队去了 但是他仍然挡不住志愿军的攻势 包括三次战役也打得不错 所以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军事指挥才能是很不错的 战事的作战素质也不错 所以不能简单地说 就是完全是靠勇敢 靠人海 对吧 它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作用 当然也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 志愿军在前线很艰苦 全国人民 当时国内情况也不好 但是也是尽我们所能 给志愿军帮助 所以应该讲 除了勇敢 还反映了政治动员力 军事指挥才华 还有战事的战术素养 所以这些东西都起作用 谢谢你 谢谢金教授的解答 谢谢您 谢谢 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 在这场战争中 有没有起到什么具体的作用呢 还是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参与呢 所谓的联合国军 主力还是美军嘛 美军一共投入了30多万人 美国陆军的一半过来了 另外一个主力 还是南朝鲜的部队 就韩国的部队 这两者是主力 以美军为主 南朝鲜赤字 其他应该就是起一个补充的作用 金教授您好 我是关江洪 来自美国东北大学 我是一名在美留学生 我曾经去过朝鲜旅行 但在美国期间 我很少能看到 关于朝鲜战争的内容出版物 我身边有很多美国人 他们对朝鲜的印象 都是关于核实验 我要请教您 为什么美国的主流媒体 会刻意淡化 关于朝鲜战争这段历史呢 谢谢你的问题 首先你这个头型很酷 我在美国也待过 因为研究美国 去美国快一百次了 应该有一百多次 我在University of Michigan教过书 03年春 07年秋 我教过书 我也是观察到这个现象 就美国人不太愿意谈 那个朝鲜战争 主要就是我刚才在讲座里面讲到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 罕见的就是结果令 美国不满意的一个战争 美国原来的战争都是 很顺利就胜利的 比如说他1898年 打那个西班牙帝国 对不对 很短时间就把古巴呀 菲律宾全占了 他们把那个战争叫做 短而辉煌的战争 一般打一个中等国家 像玩似的 打一个世界大战 一战二战 最后他也全面获胜了吗 朝鲜战争 他们很 很别扭 就是 理论上讲 他可能就是输了 是不是 我刚才是比较客气的 我说中美打了一平手 对吧 他从釜山 防线 往北推 最后停了三八线 我们是从鸭路江 往南推 推了三八线 理论上 平了 但是从某些美国人心里 他可能是输了 因为什么 他曾经到过鸭路江 是不是 最后又推回去了 所以 这在美国历史上很罕见 就是 没有一个明显的胜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这个对手 他是原来瞧不起的 他真瞧不起 刚刚建国的新中国 就想你是江湖高手 你被另外一个高手 打成了平手 还交代过去 为一个不认识的人 打得很难受 这是一个心理 另外从战略上讲 确实这一场战争呢 在美国人看来 可能是方向就错了 因为他们后来还意识到 整个冷战的第一敌手 是苏联嘛 主战场在欧洲嘛 在一个次战场 投入这么多力量 是吧 使得这么多人 他们觉得挺后悔的 就战略上决策有问题 是吧 所以大概 就是我刚才讲的几个 懊悔心理吧 使得 就是最后的结果 就美国人有点 回避这个问题 谢谢